最近有一個女婦人去美容 診所做一款合作的小路 加美美容有這個後 在地都有皮膚好險 高昂隔症的問題 當事人對早期到小路 加美冠村才發現 已經本就沒有賣給他 給他診所的診所 也就是說住在新區 店員盟總是結婚 現代醫療美容這麼普遍 很多人為了要給皮膚 沒這麼有的 看起來比較蓬佩 會去做美診行 四十多歲的飲宿 才因為這樣去美診所做小路 但是做過後 朋友當時會發炎 會痛 忘記了有一大一大頂頂的東西 正常都沒有改善 但是因為我本人之前 就有做過 做過醫美 我覺得那個腫脹是正常的 所以我也覺得還好 但是我後面覺得 越來越奇怪 是我打完之後的 大約三四個月到半年 那段期間讓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他一直反覆的發炎 然後會紅腫 然後一坨一坨的 那我就去找了原來的診所 但是沒想到原來的診所就 就 就忽然倒閉了 然後我就找了這一家的老闆 他們跟我說那一家診所 什麼根本就沒有跟他們進貨 像是木屑然後另外還有像菌絲這樣子的成分 沒有症狀的時候通常也沒有辦法去把它取出來 因為它已經跟組織結合在一起了 當然在必要的情況之下可能可以透過手術 在裡面把這些東西給刮除 但是刮除它也只是到一定的程度 它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完全的刮除 以前表示民眾在分辨機會的時候要注意看保障 那不是全身的 那麼為何沒有決定的中文票簽 另外產品本身也沒有做方位 綠下的QR Code大作 可以收工會館 那不是很輕鬆 那順以米計劃上課就要注意 室友室副市長是提起賓獎 在做以米進展就要欺負上保留政策 那順確定主要公共有數法第83條的規定 並知道是公有或是金有 更不會人共認定定 可以發行為人稱以以下 尤其党行病科新代表5千萬以下發金 記者盧雄如 鄭俊悠 代表報道